Dashabhākādhūrā du-sāma-sāmbhūtāsā Namotasabhākādhūrā du-sāma-sāmbhūtāsā Namotasabhākādhūrā du-sāma-sāmbhūtāsā 就如以往我教�禅一样 当讲要禅修呢 就不要叫自己禅修 不要想要禅修 不要想要做什么东西 就做自己好了 当你不想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自然你就比较放松 因为你没有想达到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再当下 但是你不一定要闭上眼睛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长大眼睛的话你会比较清醒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醒 不是想要把你的心静下来 如果你不够清醒 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你会睡着的 所以我们要修决志 要心静 要知道当下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知道就是要 就是禅修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就是在修 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个尺导 非常地简单 但要保持这个知道的话 不容易 所以我们学习如何保持 这个觉知 要保持觉知呢 就是要记得 要培养这个记得的话 也成为正念 就是要提醒 现在我在讲话 你听到 就自然提醒到你 注意提醒 提醒你觉知 但你要学习如何为自己做 如何提醒自己 就是刚才我也说到的 我跟你们 要问你们 你在做什么 你可以这样子问自己 我在做什么 坐着你可以问自己 我在 我在 我现在觉得怎么样 有兴趣知道的话 自然你就会注意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基本就是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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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放松 放松 如果你发现你会一直忘记注意的话 那你更需要提醒自己注意 问自己在做什么 觉得怎么样 会用其他的问题来提醒自己 去观察 去注意 心里有杂念是不要紧的 想的东西是不要紧的 只要你觉知就可以了 只要你感觉到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可以了 不要太用力 禅修是不可以带着墙壁的心态的 如果注意到有墙壁的心态要继续注意 去观察到这个心态 因为这是错误的心态 如果观察到错误的心态 那也好 观察不到的话 那这个错误的心态越来越强 感觉到这种心态 是怎么在这种心态 在这种心态 有必须的心态 掌握眼睛 我们的好处就是 会比较少杂念 会比较难做梦 会比较容易觉知 我们不需要闭上眼睛 因为我们不是要专注 我们不是在修专注 我们要修的是觉知 清楚地知道当想 故事地知道当想 感觉就是感觉 想就是想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在开始期间 你也是照样可以注意自己 知道自己在听 可能在听的时候 你也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 你还是没有忘记注意的 假如不能够的话也不要紧 这是尽量能力 好 讲题是禅修就像骑脚车 会骑脚车扔起手 OK 全部 除了他 不过不是可能他没有听到我 讲话 好 希望大家都懂得骑脚车 骑脚车需要学的吗 需要 没有人一爬上脚车就可以 自然就可以懂得去 咱修就像骑脚车 需要时间和努力来学习 所以 的确需要时间 需要 努力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人 他 他讲一天内就学好了 我讲 好厉害 我没有那个能力 可能他是从 一大早到 很多小时 我只是盘玩的时候 试一试 可能一个小时时间 跌倒了就不要试了 那需要更多天 但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需要一些时间 有些可能需要 比较长久的时间 有时候 有些人可能不需要那么久 每个人都需要努力 没有所谓的 自然就会的事情 所以参修也是一样 也是要时间 需要努力 所以修得不好 其中修得不好 是应该的 没有错的 但虽然需要 时间 需要努力 但你掌握到了他呢 你会爱上 你会爱上他 骑脚车 是不是懂得骑的时候 是很开心 很开心 之前看到别人骑 很羡慕 他那个骑脚车 自己还不会骑 但 可能你会怀疑 这个东西 两个轮子怎么去平衡 但是既然别人可以做到 那你可以想 我应该也可以做到吧 所以就因为你看到别人也可以做到 你会有一点的信心 会有一些信心 别人都可以做到 我应该也可以啊 所以你会尝试去做 但 别人可以做得那么轻松 总是因为他 他已经有努力过 他有 经过 一段的时间的努力 才可以做得到 他也不是 本来就可以的 所以呢 真的是需要时间 参修也是一样 需要时间 需要努力 但也跟 西小车一样 一旦你懂的时候呢 你会很喜欢的 你会很喜欢的 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呢 好 他跟 你会发现你得到的好处会 远远的草野去轿车 你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你会想保持下去 这是第一 我这边有十二个 十二个比喻 好 有些人会问我参修很难吗 人家会问我 参修会不会难 Difficult 啊 难吗 那我会问回 我会问这个人 那去轿车难吗 你这样 容易还是难 对啦 就是会了就不难咯 不会嘛难咯 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嘛 去轿车也好 驾车也好 用电脑也好 参修也是一样 不会的时候当然难啊 不会的时候当然难啊 就是那个 天下是有难以乎 大家有听过吧 所以 对一个会的人呢 当然是不难 勇一龙 很死能不了嘛 去上去 不会的人 总是做不到 他需要 经过一番的学习 才能够 所以 如果你学会了 就不难 如果还没学会就难 就这样简单 乘修 骑小车一样 乘修一样 所以有些人 他在 这个 所以真的 面对困难呢 起初呢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所以在 还没有懂得 骑好脚车 还没有懂得 参修之前呢 会面对一段时间的困难 但 这个是暂时而已 暂时而已 所以呢 最终呢 那些问我这种问题的人呢 难不难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不要学 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 难你也会尽量能力 对不对 然后看到别人懂啊 哇好像很好玩啊 我也要 那做得不好也好 跌倒也好 你还是会爬起来 还继续 可能今天你放假 明天你再来 以前我记得起 学去角色 我不敢在 外面 有多人的地方去 不要跟人家看到 我不懂得去 所以在 那个后面的路 以前的位置 后面有路的嘛 有一条路 那后面的路是比较粗的 两边又有水沟 也有跌进水沟过了 但是还是会 一试 一试又再 一试又试 这到等为止 跌伤了很多次 挂了皮了很多次 流血了很多次 还是一样 还是会继续 因为要啊 因为觉得 虽然只是 觉得只是好玩而已 但那个好玩 对我来讲很重要 对一个小孩子好玩 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还是会继续努力 一次又一次一次 有时候好像是可以了 又不行 又来了 知道 最后 就不觉得难了 因为会了 你就懂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 然后这个学习的过程呢 到了当你懂得如何起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你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呢 你所面对的困难 是完全值得的 你会觉得是完全值得的 所以问题不是难不难 不是难以乎 而是你想不想学 你真的想学的话 你就会努力 好第三 刚学习如何起脚车时 我们不适得做得完美 我们只是乐意 尽我们所能 同样的当学习如何参修时 我们也不要试图做到完美 乐意尽你所能就好了 就够了 事实上 比起来参修是比较难的 老实说 真的真的是很不一样 所以呢 更需要 更需要不要想做到完美 更需要不要以为 不要想做到完美 你越想要做到完美 就觉得越辛苦 难不难呢 也有关系到这一点 那些觉得参修很难的人 他会说很难的人 是因为他们觉得 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我参修我一定要这样子 我的心一定要静下来 我一定要能做多久 我还是这个那个的 还有一些 一些idea一定要达到这个那个 达不到的话 难 因为你达不到你要的东西 但假如说你是像 你是不以这个想要达到某个目标的心态去学的话 你是纯粹想学 你不是因为要达到什么东西 那就不难了 因为学习的过程呢 难不难不是个问题的 成功不成功不是个问题的 重要是你有没有从中学习 做得好你也学 做得不好你也学 这样子怎么样都好 你都学到 你学到一点点就是一点点的成功 就够了 其实呢这个你可以应用在任何情况 当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压力 那传修我们不是要有压力的 对不对 我们是要减压的嘛 那你你从那个想要达到什么目标的那种心态去学习的话呢 那你就已经 你做了相反的事情了 本来是让你减压的 现在是给你增加的压力 有些人真的很可怜 去那些禅修道场 去那个密集 所谓的密集禅修 一个星期也好 两个星期 现在有些人两个星期太久了 他们就是想要在那短短的期间 达到这个达到那个的 这就是给自己痛苦 有时候很可怜 一些人真的很可怜 去到这些地方 本来没有那么多压力的 然后最后呢 比之前还更多压力 那个是很傻的事情来的 本来基本上就是要减压的嘛 那你给自己更多压力 这真是很奇怪嘛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不是要达到什么东西 我们是要学习 当你懂的时候 自然它就变成容易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注意学习 不要想达到什么完美的那种 那个什么 那个标准 我们有什么标准 一些人的标准是 我要能够持续地做一段时间 可能上一次做到十五分钟 现在要二十分钟 下一次要二十 我要三十 现在要一个十 佛陀没有这样讲的 根本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的 因为禅修也不一定要坐着 你可以站着 你可以走着 你可以甚至躺着 都可能 但是初学者一开始就躺着的话 你会睡觉了 不鼓励初学者一躺着来开始 但到最后呢 你真的需要连躺着也可以修 其实 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习惯性 躺下来就是想睡觉的 不容易的事情来的 舒服 但很难 很难 以那种躺着很舒服的姿势去修 真的是很难 但是舒服了 好 那你想乱乘习就变得容易吗 就像起脚车一样咯 当你学会之后 就变得容易咯 哦 所以我们只是要注意一样东西 就是注意 学习 就专注于学习就够了 做得好也学 做得不好也学 能够有这个心点来 来学任何东西 参学也好 其他东西也好 就会很好 就非常好 现在人很多就是很 英文讲goal orientated 就是要达到这个达到那个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有些人的goal呢 就是说要达到这个那一刻 有些人呢 他们的goal呢 就是要比别人好 都给洗压力 其实都不必要的 你只想要进步 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就好了 我很喜欢这个Michael Jordan的 这个例子 Michael Jordan 知道吗 篮球员 现在没有 现在是老了啦 但是到现在人家都很记得他 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运动员 为什么呢 其实呢 他一直都不觉得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篮球员 他有原因这么说的 因为他在中学的时候呢 还是在college 在college的时候呢 因为college他们 对那运动在美国是很重要的 对方来讲是重要的 在college的时候都没有得进他们的篮球队 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有名的篮球员 他在college的时候没有得进他的篮球队 甚至他要去NBA 要进NBA的时候 两次被拒绝 因为那时候他当时真的没有那么好 当时真的没有那么好 当时真的没有那么好 他在college的时候没有得被淘汰的时候 没有得进那个 他们的college的篮球队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跟他妈妈讲的 妈妈讲你回去那边 你有discipline yourself 他真的很听话 他就是去discipline himself 真的很听话 他就去做 就是很努力很努力 比其他的人都还要努力的很多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他就是不是想要比别人好 他就是要想比现在的自己更好 就够了 一直进步一直进步 那起巧才不是一样 你要比现在做的更好吗 那你就每次做的一点更好 每次可以好一点点 又好一点点 又好一点点 九个九个就很多多点了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 你不用去想到很远去 你就是想比现在好一点就可以了 学语言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 你要学英文也好 你要学什么语言也好 也是一样的 好多一点点 好多一点点 你就是想学习就够了 那九个九个就 现在很好了 所以Michael Jordan他还是一直保持很清晰 打完了球赛 Ternament过了 已经决赛过了 赢也好 输也好 接下来又是练习了 人家去relax了 去放松了 这样努力这么久了 现在是relax的时候 放松他没有 又在练 又在练 所以他可以做的那么好就是这样子的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人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人 我只是很 我就是一直勇工一直勇工 常学也是一样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专注于学习 问题是人家会懒 懒惰就没办法 有些人不是懒惰 有些人就是没有信心 还没开始之前就跟自己讲 我不能的 完蛋了 其实呢 起初对任何事情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学习的话 都需要有一点点那个信心 不需要很多就是那一点点 你就靠那个一点点来努力 那你看到进步了呢 你就自然的对自己更有信心 那你又 以那一个信心又再努力多一点点 这样子下去 你的信心会让你更懂 那你更懂呢 所以让你更有信心 所以这样子一直寻绕下去 参修是在不急的心态下 修得最好 就这样讲 骑脚车 是在不急的心态下 骑得最好 你脚车上你心急的话 这边出差事 这边出差事 那边出问题 骑脚车你就是要 steady的嘛 不可以急 也不需要急 你急的话 你就是会多用力 不需要用的你也多用的 但不懂那时候 骑脚车的时候 那个饼是抓得很紧的 连驾车也抓得很紧的 其实不需要的 久而久之后你知道 其实不需要 轻松轻松 抓着就可以 抓得稳就好了 你起初不懂 就是乱用力 所以当我们知道急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开始 当我们知道急的时候 不应该开始 知道急的时候 知道急 让那个心静下来 在习脚车你走不到 其实当禅修 当你追到心急 你追那个心急 急性少了之后 其实整个过程也是禅修 因为你追到自己 那个也是禅修 不要以为禅修 就是一定要 转住这个转住那个的 其实我们禅修有两方面 一就是 其实真的是要让心静下来 但是我们不是直接的 让心静下来 我们通过注意 注意到什么 注意自己的紧张 注意到这些烦恼 然后这个烦恼 消失的时候 知道我们心就静下来的 比如注意到心急 这是一种 我们佛教界讲 称为的烦恼 心急也好 你贪也好 你争气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东西 但你知道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会减少 然后心就会静下来 这是一方面 但还有另一方面 其实很多人 不太了解的 也是比较难了解的 因为这是有关系到智慧 这一方面是属于的 所谓称为的观 观看的观 这繁体词的观会比较复杂 现在观这个很简单 那这个观其实它的意思呢 不只是注意 不是看的意思而已 它是有智慧的注意 有智慧的看 它是带有这个智慧的观念在内 那它其实有三个方面 一呢 其实你观察的时候 你对观察的东西要有证件 怎么讲证件呢 比如说 刚才我有告诉过你们 感受就只是感受 想就只是想 如实地观察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把感受 如果你把感受看成自己的话 或者你把想看成自己的话呢 其实呢 你就把事情弄得比较复杂 因为感受只是来来去去的嘛 有时候有这个感受 也是那个感受 来来去去的 想也是想 你今天 你现在想的时候 过后你又想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过后想另外一个东西 一直变的嘛 如果我们 有这个证件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证件 没有这个正确的观念的话 我们就多添加了一个东西 因为你看感受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我们的感受 把它称为是自己的 或者不是自己的 但它还是一样的 它不会变 它还是感受 当一当我们把它称为自己的时候 我们对它有执着了 我们就抓着它 不知不觉的 我们就抓着它 那可能这个东西是不好受的 我们也会挣扎 我们这个是好受 我们也会挣扎 因为我们要更多 舒服的爽的话 我们也会更多 不舒服的话 我们就会抗拒 我们会对抗 那怎么样好 我们就不是 不能够如实的观察了 我们不能够objective 我们不能够很客观的观察 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 参修呢 其实呢 不只是让心经下来 我们需要有 让智慧增加 当智慧增加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是很不一样的 要有智慧 要让智慧增加的话 就要投资智慧 我们以智慧来 生更多智慧 就好像你要做生意 你要赚钱的话 你要先有钱 你要资本 然后你可以利用那个资本来去得到更多 要钱来赚更多钱 你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怎么就开始 这也跟做生意一样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要开始的话 你不够的话 或者没有的话 那你要需要借 借了 然后你才拿来应用 需要去买你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买卖 通过买卖 做一些服务 然后才能够赚到钱 然后以那个钱 你才可以做得更大 做得更多 参修也是一样 你需要先有一点东西 假如说你完全不懂得如何参修 那你怎么开始 所以你需要借 你现在就是在跟我借 但不用怕 不用借了 不用还的 没有 不用还 没有利息什么都没有 千万不要还 不要还我 好好的拿来用 知道你 只要是不够的话 再借都可以的 不会跟你要为的 不够的话再借 知道你一天 你能够 你的生意做得够好 你可以自己走转 不需要再借了 我发现我现在没有什么想 已经好多年了 没有想再看有关禅修的书 因为不觉得需要了 因为发现说自己找自己的答案会比较好 因为看来看去 很多都是看到已经懂了的东西 没有什么觉得没有好处 除非我可以跟我的禅师讨论 这样就不一样 让我禅师在缅甸 当我去见她的时候 最近有去见她 也不觉得有很多东西要跟她谈 需要自己更修更多 可能知道一个时候 可能有需要问她一些东西 但需要的那个次数 现在越来越少 自己找答案可以的 而且我禅师也是很鼓励自己找答案 起初的时候她会教很多 她会告诉我很多东西 因为我需要那些治疗 但到了一个时候 她就不想跟我讲多多了 她看我这个人应该可以自己找答案 她问我 我问她一个问题 她讲为什么 她讲为什么 打问问回我 然后我就需要自己想 然后就回想那个时候的情况 然后就有了一个答案 我就告诉她 应该是这样子吧 她讲对了 所以久而久之呢 我就开始学习自己 问自己 不要问她是这么多 因为问她可能会问回我的 那倒不如问自己 先问自己 不用等到那个时候 又她会问回我 所以就顺点的自己 自己找答案 但当然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问她很多问题了 这个哪一个 所以就是需要有这个 需要这个投资 你需要应用这些智慧 需要去听 需要去看 然后要应用 不然的话你借了钱 你没有拿来用 也是没有用 拿到钱 不会自己生 就讲回刚才的 就是说不要急 因为越急的话 会越难 会做得越难 越难 做生意也是一样 你要急来做什么 没有必要急 你要打好你的基础 该做好东西都做 不该做好东西就不做 不懂的话 继续问 你就是要做这些东西 该做东西就去做 没有好急 那急都 钱不会来的 你做得好的话 那自然她会 她会来 如果你是打工的话 那你也不消极 月底的薪水 你做你的工 到月底会有钱 禅修也是一样 你做你的工 你会得到好处 你没有做工 你不用想 那你就休想 禅修也好 起脚车也好 你不需要想得到什么 你只需要 持续地 持续地以正确的方式修炼 好 怎么讲正确的方式修炼 怎么持续地 正确的方式修炼 这正确的方式 就是要学来的 学来有两种学习 一呢 就是听来的 所谓的 听文的 现在所谓的听 以前讲文师修 现在可以看书了 这也是一种 外来的智慧 但之后呢 你需要思考 需要思考 如何应用 然后你需要 真的去应用 那就是修的部分 三个都需要 三个都是一种 都是智慧 你不是需要想得到什么东西 你只需要 继续以正确的方式 去修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 这就有两个很重要的 重要方面 两个重点 一是刚才我有讲到的 就是要有证件 感受就只是感受 当你讲感受就是感受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距离 你没有陷入 没有陷进去 一旦你把感受 当成是自己的时候 你已经跟它 缠在一起了 那这个感受假如说 是很难受的东西的话 你会觉得很辛苦 但假如说 你可以提醒自己 感受就是感受的话 它就慢慢会 感觉上会有一个距离 那这个感受 是好说不好说的话 你都不在意了 都不要紧了 因为这个 你可以看得出 不是自己 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证件 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正确的心态 怎么讲正确的心态呢 其实也跟那个正确有关系的 一旦你真正的有正确的话 正确的心态也是跟着来 也就是说 既然它就不是你的了 那你不在意它 它的存在或不存在 爽的也好 不爽的也好 它在不在都不要紧 反正都不是你的 我只是一个感受而已 所以你就是对事情 会非常非常的客观 有在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 有在的时候 它是怎样子的 不在的时候 它情况又是怎样子的 给一个例子 比如你感到很不开心 你感到非常的不开心 一般人的做法是什么 找东西吃 看看什么东西 现在很方便 看YouTube 有些人喜欢看小说 我认识一个人 他就是一直用小说来逃避 他不开心 所以他整大堆的小说 一本 看了一本 一本 就是那些梦幻的东西 就是一直用小说来逃避 有些人可能是用食物来逃避 有些人是上网来逃避 有时候 种种的方式逃避 就是逃避方式 有些人就会以公计的方式来应付 不快乐 骂政府 政府不好 是什么的 骂别人 骂太太 骂丈夫 骂儿子 骂老板 有时候就是骂自己 就以公计的方式来应付 好像骂两回就比较好吗 可能骂老板会比较爽 骂老板 吐了一口气 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因为他的来源还在 他的因还在 你只是处理他的果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看到那个因 要看到那个因的话 就要做出一样东西 就是调查 但在这个调查之前 你需要能够如实地观察事情 你需要对事情有正确的心态 如果我们不能够退一步 去来如实地看东西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对他 我们就不能够对他正确的心态 我们就会有所跟他混在一起 那你混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客观地观察东西了 当你不能客观地观察东西的时候 就更不用想去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的因 这个东西你都不能够了 那你怎么去 进一步地去了解他的因呢 所以其实第一点呢 当不快乐的时候呢 就是要能够如实地观察 只是感受 只是一个感受 感受就只是感受 当能够做到一点自然 你会发现到 你有什么抗拒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抗拒 那你就注意到抗拒 不要告诉自己不可以抗拒 告诉自己不可以抗拒 就是对抗拒有抗拒 那你多一个问题出来 抗拒什么 就是抗拒 那你就观察抗拒 那你观察抗拒 只是一个东西它消失的 那个就OK了 那个不快乐的感受就不成问题了 在这时候呢 你才可以进一步地问自己 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那时候你心比较稳定 你那个观察的心稳定 虽然那个不快乐 那那个观察的心很稳定的时候呢 他看东西看得很清楚的 他想知道东西也会方便知道 为什么会不快乐 他可能就会看到 那不快乐背后的事情 你想看你跟他混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真杀的时候 哪里有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需要能够 推一步出来看 为什么 有时候问为什么看不到的 还是看不到的 那不是时候 他需要去洗 知道你的这个觉知力够强 他好像长大大的灯 照一下 我看到后面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一直需要培养下去 加强一直加强 一般人都不懂得这个觉知的 它的重要性 我们都有的 你没有觉知的话 你不用驾驶 你去装人 走路也不行 你会装人 跌倒 你会一点点 你会有觉知 但是不强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平时 人家都不是很注重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需要 培养的东西 当我们觉知力很强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会 不会发白日梦的 有想东西是没问题 但我们想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会先进去 不会做梦 想过去 想未来 都不会说 想要忘记现在 都清清楚楚的知道 自己现在做什么东西 你想看你一天到晚 你都可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的话 你的时间是怎么过的 必跟你一天到晚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 通通都说 不不不 晚上了 明天就在 不不不 晚上了 各年就这样子 一天一天 一个月 一个月 一年一年 这样子过到你老了 老婆都老了咯 孩子都大了咯 都不知道自己 朋友都死掉了 一些 都不知道你的人生怎么过的 我希望你们不会这样子过你的一生 我希望大家能个 清清楚楚的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东西 要不然 如果我们不清楚 这里做什么东西 我们会做那些 可能过后 我们会后悔的事情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做的 不做会比较好的事情 就连你吃饭 只要是你不知道 你在胡思乱想 可能你吃太多 可能你吞了一些 你过后才知道 过后你想到 其实我不该吃那个东西的 应该不可以 应该不吃那个东西 你又不知道 这里在做什么 不知道这里做什么 甚至有些人会做出 讲出一些 他会后悔的事情 那些都会做出来的话 那你心里面 想的东西更不用讲了 会痛很多东西都过了 你都不知道 有些人一直想一些 令自己很有压力 令自己很不快的事情 一直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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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外面没有对你有什么影响 就是里面的一直重复 当然很痛苦 那怎么跳出来呢 就是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知道的话 你不能听死的 他就一直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有这个两个条件 就是有正见和正确心态的时候 你的禅修就会很顺利 如实的观察 想就是想 感受就是感受 看就是看 听就是听 不是说叫你不要想东西 但有想的时候知道在想 其实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可以修出来的 那一个方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正确心态 不抗拒 也不反击 就是如实的观察 清楚的知道 这些都是理论 都是理论 但这些理论都是能够实践的 然后通过长久的这个锻炼 它会变成越来越容易 越来越自然 就好像其小者 其初是很不自然 但酒量就变成很自然 到时有什么疑问 在认识的时候 你们想要发问的话 就发问 就所发问 所发OK 有没有 Anytime 好 接下来 如果你从小时跌下来 有必要不高兴吗 骑脚车会不会跌倒的 尤其是不会骑的时候 需要不高兴吗 需要什么 你需要做的是什么 跌倒下来就算了吧 就躺在那边 再起来 如果可以起来的话 没有跌得那么伤的话 只要真的跌得很伤 你要叫救命 我怕不起来了 总之你需要做一些东西 对不对 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但需不需要不高兴 不必要 你就只是需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就对了 参修也是一样 参修也是会跌倒的 就是说你失去的觉知 本来可以注意的 不知道想什么东西 想到整大堆 想到整个小时 是什么的 那就是跌倒了 有人讲 那个不是跌倒 跌到晕倒 就晕倒 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时候 很多人 我记得我起初学的时候 那时候是 二十多年前 起初学的时候 我 去了 那个产修道场 在那边是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修 然后 回到家 我也是想 很努力很努力的修 一直想保持下去 大家发现 比较难 回到家 真的比较难 比较有多东西做 然后参修道场 没有什么东西做 就可以一直想到这个参修 因为回到家 就会想到其他东西 就很容易忘记 那因为想 那时候有其他东西 做一次会忘记 甚至 有一次我记得 当我记得注意的时候 我就想到 上一次我记得注意到 好像是四个小时前 整四个小时 空白的 或者不能讲空白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就很 很不爽 这么呛的 这么多个小时 又不是几分钟 一连续四个小时 那时候我就骂自己 讲自己不好 那时候 这个是一个 当一个人有自卑的时候 他会有这个习惯的 他就会骂自己 自卑的人 他自己做错 他就会骂自己 这是 每一个有自卑的人 都会有这种 坏习惯 所以 当之后发现 其实 对我没有好处 忘记注意 现在已经记得了 继续就够了 当你迟到你忘记的时候 你已经记得了 对不对 当你迟到你忘记 注意的时候 你已经记得注意了 那时候 所以你需要做的 只是继续注意罢了 已经记得了 那当如果你 当你记得的时候 你反而骂自己的话 那就其实在我们脑子里面 会制造一个 不好的连结 就是 每当你记得的时候 你就被骂了 当你忘记的时候 你不能做什么东西 不能做什么东西的 那时候你又没有被骂 那一旦你记得的时候 你又反而被骂 就是自己骂自己 这样子的话 里面的connection就不对了 你的脑子会想到 记得 就是被骂 而且我发现 当我骂自己之后 我的心会更不平衡 更不平稳 更容易 失去抉择 因为心更不定 心越不定 就越容易失去抉择 所以我就 久而久之 发现到这个问题之后 就想 我就要学习 不要 不要骂自己了 不要讲自己不好了 这其实很重要 但起初 也是不容易改变了 这个坏习惯 因为 注意到自己 没有修好了之后 很习惯性地骂自己 然后 注意到自己骂自己的时候 又骂自己 为什么骂自己呢 你懂吗 我骂自己 说你 哎呀 你又骂自己 多一个问题出来 但没办法 是这样子的 因为 起初 你要改一个习惯 是很难的 那久而久之 就变成 就行了 但知道的时候 OK 现在好了 那我 转过来 我用其他的方式 就是鼓励自己 啊 现在很好了 继续继续 只是这样的方式 比较好 每当记得的时候呢 就受鼓励 而不是被骂 所以就感觉 会比较好咯 那感觉比较好的东西 我们自然想做的更多 感觉不好的东西 我们不太想要做 我们就会抗拒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你的手机 有转到飞行模式去吗 Apple mode 不是经营完了 Apple 飞行 这真的没有必要 不高兴 船序也好 骑脚车也好 重要的是 你想爬起来 继续前进吗 你要的话吗 继续 不要也可以的 不要也可以的 所以跌打不跌打 不用紧 这个都是学习的机会 如果脚持的动力太小 动力 momentum 你就无法保持下去 不够momentum 不能够骑得太慢 尤其是你不会 除非你非常非常能够平寒 那你慢慢也可以 但是一般人都需要有某个速度 一个动力 同样的 如果禅修的动力太小 你也无法保持下去 当它动力很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一直忘记 禅修也是有动力的 或者动量的 那个momentum 当它的momentum 它的动力很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 很轻松的 很轻松的保 能够继续 一直继续 不像以前 你需要一直提醒 提醒 因为它有那个 那个力量 觉得很容易 那个心的稳定 也很稳 它可以继续的稳定下去 万一这些影响 动心很难影响到你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动力 动量 就当那个力量 不够强的时候 你会 真的会一直忘记的 这是 这是应该的 其实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你 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放弃 这样起脚车 起初真的不能 你不会吗 就连你懂了之后 有时候你要起 你会 不行 又要下来 因为没有那个动量 所以你会 miss掉一点东西 所以你要重新开始 你就只需要做 你要做的事情就够了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放弃 你不需要放弃 因为那时候动量不够强的话 应该不能够保持的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只是需要学习 只需要再努力 慢点就能够了 你不需要 这是很应该的事情 所以你不用 不需要感到失望 很多人 起初修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 做不到 就看到别人 收集其菜 但是餐修到 就看到别人 哇 做得很真 他好像是 修得很好 你哪里知道 他在做梦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身体都做得很直 但是有些人 他修久了 他可以 直直地坐着睡觉的 他练到他功夫 就像马 可以站着睡觉的 你懂吗 马是站着睡觉 你们不懂 他们不是躺着睡觉的 他脚可以锁着了 他就站着睡觉的 所以这些人 参修者 可以好像满 他们是坐着睡觉 所以不要 不要看别人 看自己好了 看别人 你们坐着好 而且我都这样擦 都比肚子 可能脑子里面 在看戏 你也不知道 看什么 看好 我看到 那个网上 我看到 还有这个戏的 这样 金光跟 Godzilla 打架 这样的戏 有人看得没有 我就奇怪 有什么好看 OK 第九 在骑脚车时 你需要注意 障碍我 因为骑脚车 看到石头 你要注意的 不是乱动气的 需要注意 有一些石头 那些树 还是什么东西 有洞 你需要注意的 禅宿也是一样 你要注意的 然后你不只是 一直注意 一直想要观察 一样东西 观察 呼吸 呼吸 其他都不管 不行的 比如说 教授 禅宿 然后你发现 昏沉 你就要注意了 或者很禅宿 你发现 越修 越不开心 你就要注意了 你不能不管那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会让你失去 你的平衡 你就要注意了 昏沉 你没有醉的话 你就睡觉了 或者你 醉到越来越生气了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还是硬硬修 也是不行的 可能你修错了 你已经不正确的心态 所以这个变成 你会变成障碍 如果你不去管它的话 那个东西会越来越强 就像那个东西 那个障碍 窝在面前 其实它没有变成越来越大 但你越靠近的时候 那个石头看起来越来越大 真的是 那个危险性就越来越大了 你再不注意下去 你就撞下去 你跌倒 这些变成越也是一样 要注意 看到不用紧的 有这些东西 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问题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这样一点 你需要知道 你遇到这些东西 这些障碍物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就绕过它也好 有时候真的倒不过 你就要撞过了 但是你要有技术 然后撞过它 有些是那个road bump bump你闹不过的 你要撞过的 但是你可能 你不能够那么快 你要慢下来 太快的话 可能你就跌倒 所以就是要 懂得怎么做 这个懂得怎么做 起初 当然你不会 你不会起脚的时候 你没有去装这些东西 你选择一个平地 但之后 如果你只能懂得 在平地 骑脚车的话 算功夫很高吗 不算功夫高吗 你只要说功夫高的人 你可以平地 你可以上山坡 下山坡 你可以玩来玩去 甚至可以放手 敲头 这样算功夫很高 但你起初 其实不可以这样子做的 你需要很专心的 老老实实的 就在很平的地方 骑脚车 但你能够做到那一点 不算是功夫很高 不算是说你很有气数 禅虚也是一样 如果只能够在一个静静的地方 禅虚 没有人干扰你 你才能修的话 不是算功夫很高 有时候看到东西 有些人看到东西 就忘记了 他就失去了 他的定力 失去了 决筑 什么都没有 就是功夫很差 功夫不够假 从功夫不到假 所以 需要锻炼 不要只以为说 我可以做到 就是够了 其实参修呢 需要能够学习整天都修 一天到晚都修 去厕所也好 再吃饭也好 再穿衣服也好 行住 坐卧 都一样 能够在任何情况都 保持这个厕食的话 才算有功夫 还没有能够做到 这一切之前 还没有能够 在这种种的情况之下 都能保持厕食之前 都不算有功夫 但 虽然这样子讲 初学者还是要 从最简单最简单的开始 就比如 讲话的时候 能保持厕食吗 Kelvin可以吗 讲话的时候 可以保持厕食吗 每次都可以 看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多注意 有时候会知道一下子 然后有时候会忘记 有时候会 从头到尾都没有 所以你需要知道的 为什么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可以 你不要能够 你不只是需要 一直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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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罢了 你需要了解为什么 当你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 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不是 死缠烂打的 一直try 一直try而已 当做不到的时候 一次一次一次 一次做不到的时候 你要想 为什么做不到 你需要有这种调查的心 对他有这种调查的心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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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为什么 ok 那我明白了 他在给你买 然后我要吃到 我知道我要做一个小时多 然后我到了20分钟 我没有专注 我是橘子 因为班内学了 我知道橘子比较好用 然后我就知道我的身体 然后知道我在这里做事了 那做到20分钟就会 哇 不能了 做不下去了 我知道我在橘子 我也没有自己压力 然后我就跑去厕所那边走一下 就很轻松了 直到我在走路 然后回来 厕所回来 然后做 哎呦 又很累 为什么会这样累的呢 然后 那情况是 ok 我问你 清楚一点 你是累还是浑沉 没有浑沉 是很烦躁 ok 因为在做了 但是我可以吃到橘子 我可以确实我很烦躁 我做不下去了 但是 你还需要做多一点 你需要观察那个烦躁 哦 你需要了解那个烦躁 你不能够观察到 那他 你不了解他的话 你就不能过这一关 因为 你这个烦躁性的趋势 他是慢慢累积下来 开始的时候 可能他已经一点点有了 他就是慢慢慢慢累积 知道一个时候已经太强了 你闭不开了 他已经太明显了 其实 意思是说 你的这个残血过程 你有一点点的一些烦恼 他一点点的不正确心态 你没有注意到 他一直累积累积累积 到可能到20分钟的时候 就很明显了 你还没有 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心态 心态你没有注意到 你注意到那个不正确心态的 他的 他的 你看到他 他会制造什么东西 他结果是什么 你是看到那个感觉而已 他的后果而已 你看不到他的影 你要知道他的影 因为只要那个影来在你 还是继续有这个问题的 我们的态度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对身体也会有态度啊 可能你对身体讲 我一定要做得正正 做得很正 当你的身体 你不能够吃食的话 你就由硬硬来的话 你一定会很不爽的 因为其实那时候 已经有一种挣扎了 那挣扎是不舒服的嘛 你又一直 你一定到一个时候 你就很不舒服了 所以如果我三次去那种餐修营 我只能要做一个小时的话 然后我能力是20分钟的话 然后我中文家去 我是不是要 他有病你吗 他没有病我了 但是想一百人都坐着 我不可能一人心惨了 原来很乖啊 但是我就想走 因为我走 我才会放松 然后去 好 我这样子 我告诉你啊 用这个method 告诉你 我不再参修 don't meditate 因为你的参修背后 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在内 所以会导致有这个不正确的心态 所以以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告诉你 don't meditate 这是 以don't meditate 来meditate 然后这是一个 extreme的example 另外一个extreme的example是 因为我每个两个礼拜的拜师会有 晚上会有zoom的class嘛 然后那个师傅他就教我们才就 我记得很清楚是哦 很久很久也会有一次 做到很轻松 然后他是半小时的一个session的 然后我做到很轻松 然后不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想要做下去 为什么又会这样呢 为什么平时我会做到20分钟 我也不能做 然后那个时候 会好像很 我大概知道 但是我不要跟你讲 你自己去吧 为什么 这两个地方有什么 这两个情况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一个小时 一个是半小时 然后因为半小时那个师傅 比较轻松的 他的教法比较轻松 然后 那是在家啦 另外是在 佛学会 环境啦 佛学会比较压力啦 那个是一百个人 然后那个是中间 没有人 没有人看你 我看中啦 你可以关video的 没有人看到你 我相信是那一个 我就很好奇 一直会问自己 为什么会 那个很久 可能一年才一次 然后很 很轻松 然后 就是心里有压力 然后 会 exactly exactly 没有压力 那为什么 那一个又有压力呢 我自己去找 你去找 为什么 有时候你这个问自己 为什么 你需要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答案才出来的 答案当然是在那边 原因已经在那边 你看不到的话就 跟自己讲没有答案 so 你自己 抛这个问题进去看 看这样子 还有人要问吗 Anybody 哦 第十语 当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 环境 当在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 环境中 其实是 你需要 技术来保持 在脚车上 同样 在具有挑战性的 环境中 残修是 你需要 技术 来保持 残修 skill 这个技术 skill 就像去教师 如果你要 上山坡 这个山坡 路要玩来玩去 有石头 有洞的话 这个 你需要 高的技术 因为这个 环境 很挑战性 很高 残修 你在一个地方 你残修 然后 那地方很乱 然后 你又 又不舒服 有人又来 跟你讲话 哇 很难保持 可能那边 又有一些 你不喜欢的人 或者你很喜欢的人 也是一样 就很难保持 so 这个都是 我们需要 能够学习 去保持 修的地方 当然 假如说 那个挑战性 太 太大的话 那挑战太大的话 你可以选择 离开 那个地方 因为太大了 不行 就像 你刚 出出 许小车的时候 如果那个 那个环境 那个路 真的是 太难了 又 又 很多石头 又 又很多 这个 那个的 谁会在 这样的地方 学习 技巧车的 没有吗 你会找 什么地方 最好 找一个 篮球场 很宽的地方 你玩来玩去 都装不到的东西 那个是最好的 但 只是在 篮球场 可以技巧车的话 不算有功夫 就像刚才讲的 但是 真的 最终 你需要 学习 真的在任何情况之下 比如说 可能 一些人 他坐着 他就可以 站着 走来走去 他就不行 或者 去了厕所 就不行 那你要学 怎么样 才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做不到 要做得到 不只是一直 努力 努力 努力下去而已 你需要 去了解 为什么做不到的 为什么会做不到 你需要去了解的 当你比较了解的时候 你会尝试 明明 你还不是不肯定 你只是猜测 可能应该是这样子 一样的 那试看 看 是不是这样子 试看 能不能这样子 做了这个调整 是不是会比较好 可能 需要多提醒自己 可能发现 H是在这时候 会比较紧张 要提醒自己放松 或是在某个时候 可能你发现说 在某个时候 一直昏尘 想睡觉 不清醒 可能你 从你的调查中 你发现 因为吃太多 吃太多 昏尘 这个也是可能 所以当知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些调整 当不知道的时候 你不能改变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要观察 要知道 其实这整个过程 都是一直要去观察 去了解 那你就同中 可以了解到自己很多 因为我们在禅修的 一些习惯 一些应付方式 我们其实在生活中 都是会有同样的 应付方式的 在生活中 习惯逃避的人 在禅修 他也是会有逃避的 同样的 他会有同样的 一个battern 所以当你可以 在禅修中 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了解 你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也会 反映到你的生活 你会发现 你在生活中 其实也是同一个 你看到同一个battern 那你这边可以改 那边也可以跟 这可以改到的 这个禅修 算是比较小的 那你的整个生活 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的battern 会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 禅修 就像骑小车 但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努力来掌握 来学习 尽管如此 一旦你学习 一旦你掌握了它 你会比 去脚车更喜欢它 真的会更喜欢它 其实我讲第一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这个了 去脚车可能 就是你 一天只是用一个小时 学好 可能 一个星期后 可能做得到吧 可能 只要捏 不是因为脚太短 还是什么的事情 可能一个小 一个星期后 可能做到 禅修呢 需要很多年 其实 你要能够做得很顺利 需要能够有那个功夫 功夫要 很好的时候 其实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当然假如说 你能够在一个 静修的地方 能够一直 每一天都做的话 当然会 看起来比较快 但 我相信 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个机会 都有这个 环境 或者 这个可能 但假如说 你可以 一年 可以去 一次两次的 静修 然后你在 平时的时候 都 一个可以 尽可能保持的话 可能这样子 继续下去 你需要 可能 七年后吧 十年 maybe 你发现 你就可以 能够保持的 当然在这个时之间 你需要 不是 像刚才我讲 死残 不要死残烂打的方式 去修 做不得不好 你就要 想 你假如说 想不通的话 不知道怎么样的话 那你可以 向别人学习 需要有那个智慧的 不是这样 隐隐 一直碰 一直撞墙 撞撞撞 真的是不行的 如果可以 一继续学 一继续学的话呢 昨天一天 你会发现 好像现在比较容易了 以前好像很难的 以前我去 记得我去 那个retreat的时候 进来去 一个星期 出来 尽可能保持 尽可能 尽可能到一个月后 就回到零点了 什么都没有 过送 然后去多一次 又 不要那个momentor 鼓起来 那个动力的时候 又是一个 一个月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零点 都起初是这样子的 没办法 但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 你平时的 那个修行 会比较好 那你一定 当你去一个 进修的时候呢 你不会觉得 它的差别很大 你会觉得 它的差别 会越来越接近 它差别不太大 那已经告诉你 其实你平时的 修行已经有进步了 它会越来越接近 你在修的时候的 那个程度 那个力量 那个动量 就变成 越来越 会越来越接近 那时候呢 你的 平时你修的 有努力修的话 你会发现 修的时候呢 你会进步得更快 你会做得更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 继续下去 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 当你发现 你的那个觉知力 很强的时候呢 它那个保持的时候 很舒服的 很舒服 非常开心的 非常非常开心的 那个感觉是很好的 然后呢 当你可以 甚至 可以有 这个无我的理解的时候 或者是 无我不是很好 非我 非我的理解 not self 看得出这个 不是自己的时候呢 那个感觉 不只是好 那个感觉是很特别 它那种自由 是很难 形容的 而且起初呢 是觉得很怪的 非常怪的 所以那个自由呢 那种 它是 当可以看得出 这个不是自己的 自由呢 是 的那种平静呢 是跟那个 普通的平静 是不一样的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当可以有 那个理解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禅修呢 是一个很特别 特别的东西 不只是让心静下来 罢了 当你可以把自己 这个东西 看成不是自己的时候呢 你有的是什么呢 你有的就是一个 想讲 巴黎文是K嘛 Security 就是你觉得很安全 为什么讲 觉得很安全呢 我们觉得不安全呢 是因为我们当 觉得这个是自己 或者这些东西是自己的 那你觉得一个不安全感 当一切都是 不是你的时候 你就不怕被伤害了 所以那个安全感 是很强很强的 没有东西可以伤害到你 因为自己都不是你 不代表你不会保护自己 你还是自然 你还是会闪的 不是傻傻 不是我了 反正 不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变成笨蛋 你没有变成笨蛋 而且你变成很聪明 非常非常聪明 OK就讲到这一边 还有什么疑问吗 还要问 我们理事在 学过时候 会学到八成道 然后里面 其中一个是正定 然后有些师傅 会想说 正定就是四禅八定 然后又学 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之类的 然后好像以前师傅讲过 那种很absorption的 就是很专注的 然后道理不能够 对外界没有什么反应 你就存在里面那种定 并不是那个定 那我就想知道 所谓的八成道里面的正定是什么 什么定 它到底在形容些 它到底要我们去学习什么 是不是说 正定其实是说 我猜的啦 就是保持觉知 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陷入进去 产生任何负面情绪吗 让它是正定吗 OK 这里的定呢 是指稳定的定 心的稳定 不是专注的意思 用的字就是定嘛 Samadhi就是定 稳定 平定 这个定 那为什么心会这么定呢 是因为没有东西让心不定 给你个例子 没有紧张的时候 心是不是比较定 所以当注意到 你有觉知到紧张的时候 是不是也比较 没有那么紧张 那你心就变成比较定了 那你想想看 你可以继续注意到那些烦恼 这个烦恼 那个烦恼 你可以放开它 心就更定了 这个 注意到这个 又放开它 心就更定了 当然你也需要有觉知了 你没有觉知的话 你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这个当然 那个也是需要的 所以你没有生气 你没有生气什么人 你没有去 你没有 对事情 对那个 欲乐 没有这个 那个欲望 那心最自然的表定 这些都是让心不定的东西 我们所谓那个五概 那个是最粗的五样东西 假如说这个五个没有的话 你心是相当稳定的 但在大的那个时候 你可以让心更加定 因为那个心还是会叽叽喳喳 那如果可以你关到那个心的叽喳 你可以看得出 它就停下来 可能又需要好几回 刚刚它一叽喳 追到它又停下来 随到它停下来 而且你真的是很如实地可以观察到 它这个东西不是你的 到那时候 静下来 然后那个是没有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心 很 不只是定 它很静 很快 很静 那时候心就更定了 那时候会那个喜和乐很明显 很强 因为那个定呢 会让你的心 很 会让你的心 有喜心 也快乐 喜和乐 分得出吗 喜和乐 喜是不是身体上的 快乐感受了 乐是不是心理上的呢 不是这样讲 因为接下来 那个喜呢 也有一点刺激感 其实不是很刺激 它不是刺激 它是爽 它是爽 如果可以观察到 那个爽的 那个喜的爽呢 然后放开它呢 那它就没有 有的是 像是乐 乐呢 它是一种 乐这个字很多意思 愈乐也是乐 Nibbana 那个也是乐 但是那个愈乐 跟Nibbana 那个当然是不一样嘛 好 这里的乐呢 是 那个 这样讲 那个是 满足感的乐 就是说 英文会讲说 I'm happy with my current situation 然后对现在的情况 感到满足 那个意思 是containment的那种乐 那个也是有 可以注意到的 它containment也是 可以观察到 但 当你的心比较粗的时候 你看不出的 那个是 带到那一个level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 它也是有一个东西来的 连那个你也可以放的话呢 那 它就会 Obeka 就是舍 那个现在跟你讲 只是 第二 其实 第一 第二呢 不难的 第三 第四 会比较难 所以 洗衡 在我们日常生活 都会 发生到 而不是说那种 深入到那种 专注 让我 那个很爽 很爽的 那个 那个 No No 不是那种 我们洗碗啊 然后冲凉 肉洗 也不是 因为那个 出产的乐呢 它是来自 跟那个 烦恼的一个隔离 那时候呢 你会觉得 烦恼不会影响到你 你还是会有 比如说 OK 比如说身体 有一些感觉 然后你对那个身体 感觉有点不爽 你们不是 我们不讲 生气啦 但是会有一点抗拒 这种也是一种烦恼 但是你会注意到呢 这个 你会觉得 那个烦恼 跟你的注意的心呢 是有一个隔离的 然后 就因为有这个隔离 你不会觉得 它干扰到你的残酿 它只是一个现象 一个自然的发生 所以 你那时候呢 很好注意东西 很好注意烦恼的 因为 你可以如实地观察 全部都是 有一个距离的感觉的 有一个隔离的感觉的 所以因为这个呢 你会觉得 你就会有喜和了 你会感到很满足 你会感到 这个快乐 喜乐 所以那个第一次出残 是因为这个 第二个呢 是因为定 那巴黎文人讲得很清楚 一个是 Samadhi 讲 一个是 Viveka 讲 不一样 不是 不是同样东西 它是同样东西 它不是 不来自 同 同样的原因 这是你的 你的 基本上 请做好选 因为我很怕 我学歪啊 因为好像以前 我们会 跟很多老师学 然后就像我们 学专注 然后就会 什么有光啦 然后甚至 你会很轻松啦 然后 今天会让我们 觉得说 哎呦 原来这种 并不是佛罗所说的 圣经 然后我会寻找一些 比较 冤灭火 有关系的 那种教导 所以很简单 就是要 上一次不是有人问吗 是不是上一次 可能上一次 那是英文的 就 我提到 有一个人 只是今年 他 他 message我 因为他 他病倒了 然后过后 他出院之后 他发现 他不能够去做工 他需要去精修 让精修下来 所以他去 找一个 残修道场 去修 但那个道场 要要求他 去专注 要看广 这些东西的啦 他就message我 他讲 班队是不是 一定要看到 这些东西 我讲不需要 然后过后 他一问我 那怎么 我怎么样去 做一个选择 残修 要选 要怎样去修呢 要哪一种修法 是对我比较好呢 我也没有讲说 你修我的 就对了啦 我就问他说 我问他 你修是为了什么的 所以他讲 为了灭口 跟你的一样 那你就拿那个 来做 你的标准 以那个来做决定 假如说一个修法 不能够让你 离口 不要修啦 修来 拿来去 就好像是越修越口的 好像越修越 走偏了 这不是离口的东西 要找其他东西 找什么 找神通 什么东西 看到这个 看到那个 不是我要的东西 那么离开 那就是连你觉得 人家跟人家讲 这个可以离口 修来修去 没有 离口都没有减少到 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还是这样子 OK了 不要了 就以那个来做 你的标准 以那个来做 你的决定的基础 OK 最好的 佛托就是 教的是为了离苦 不是为了其他的 还有吗 不要不需要问很 advanced的问题 你可以问很 很basic 很基本 比如说 你刚才 开始 我们修的时候 你遇到什么问题吗 或者你在 其他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吗 或者 你 你对这个修行 有什么疑问吗 去问这些问题 以前我经过一个 我隔壁家 这个义冠岛的 你没听过 一冠岛 一冠岛的 这隔壁罢了 我们也不知道的 看到人家来 有东西吃 他就请我们过去 我给隔壁家 请我们过去 OK了 过去 过去了 叫我们写东西 写名字 在那个卡片 全部都要写了 写了 写了之后 一个人要住十块钱 一步一步来的 没有统统开始跟你讲 又没有带钱 那时候已经就写了吗 OK了 OK了 爸爸叫我回去 拿钱来 我们四个人 现在付了十十块钱 然后过后 进去里面 现在要 要拜 要拜的 现在要拜 OK 这样子一步一步 引你进去 要跪下来 一刻再一刻 接下来又跟你讲了 讲讲了 这个东西 现在我跟你讲了 你不可以跟别人讲 讲了那个 会什么 会雷 一杯雷打到 还是什么东西 不可以 破天机 什么东西 恐怖 这样子一步一步进去 现在过 死了 糟糕 进去了 怎么办 问别人 我爸爸 有认识一个佛教徒 他比较懂的 没有什么 你不要管他就是了 不管他 没事情 但是很多人 就是 很容易 被这种东西 这样子 拉进去 然后就要法师 这个法师 那个人就觉得 你不能够逃了 你就 丢掉了 你怕说 你离开的话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些团体呢 大多数会用 我们的烦恼 来利用我们 利用我们的烦恼 会用你的恐惧 会用你的贪 会用这些东西的 尤其是恐惧 英关道是用恐惧的 是用恐惧的 叫说你 就是说未来 会有什么末日 这些东西的 你叫说 你参加了我们呢 就好像有 有passport上天堂了 这个东西了 so 不要去管他们了 不要去管他们了 这个 而且那些 最近有一个人 message我 洋人来的 他们有一款岛 已经去那边了 so他很想 我跟他讲 他讲 要怎么去 他现在 他已经变成佛教徒了 so他讲 他了解很多东西 他们家都是错的 so 他问我 这样去 去救那些里面的人 他们里面 会混进去 很难出来 我讲 你跟他们讲 他们会相信你吗 听你话吗 我讲 大半应该不会啦 可能小小部分能够 这样啊 你try看 但你要try的话 你需要给他们证据 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了的 你需要给他们证据 要有证据给他们看 但是假如说他们 不想出来的话 那你也不能做什么的 现在很多啦 有这一个 一关道 有个Jara的 有什么 还有那个 什么 那个 什么 生命密码的 那个 也是一个 还请我去 他约我去 他的 云端 concert 叫我去 concert不啦 那不要去管他们 就是了啦 那你 你自己 雇自己 你先雇自己 不要 不要乱相信这些 这样子 不好的 我们是要为了离口的 不需要 把自己绑起来 Yeah Bande吉祥 我是初学者 我想问Bande 你刚刚有提到 那个禅修的时候 你感觉 你有那种热 大热的感觉 很快乐 很enjoy 那种感觉 请问这种感觉 你可以维持多久 我尝试 就是我自己很难维持 其实这个东西 然后我有点执着 就是每一次禅修 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别人有一点执着 OK 好 不是要 当你有的时候 起初 有这种体验的时候 人会有两种 两种 不健康的反应 也是不正确的反应 一呢 就是 这个人好好 要多一点 然后你就会 夜用功 夜用功 你的心就不平衡 就完了 因为你死 你的心更不定 再一个情况 就是 这样容易罢了 是吗 这样不用 用力 不用很精进 就很relax 我relax也是有 真的需要relax才有的 但是呢 因为你没有精进的 你失去你的觉知 那么慢慢就 所以你需要 只注意这两方面 你又没有太用力 还是你又 你又 你又推 你就减少你的力量 减少力量的一个 可能就是 那种 你就 这样容易罢了 是吗 你就enjoy罢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想enjoy 你也不想要增加 或者增长 这个情况 那时候呢 心已经定下来 你就要趁这个机会 来增加你的智慧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都不知道怎样做了 有些人是 他不是说 会很relax 很enjoy 他也不是会 更精进 他是到那时候 现在要做怎样做啊 不知道了 他就开始有这个doubt 怀疑 这个就是五概的其中一个 这个增了之后呢 你也是完蛋 也是hard base so在这时候呢 你的心态应该是 ok 继续 对这个你的情况 有兴趣 现在怎么样 ok 这个心的平静 或者有这个快乐 我对这个情况 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什么样的心态 这个很重要 因为那个心态 人家就是没有注意到 这个心态 所以就被他的心态 搞砸了 这个情况了 你要更多 还是你不管 还是什么东西 你觉得很容易 注意你的心态 我对这个情况 有什么样的心态 我是不是很喜欢他 我是不是要更多 你注意那个 不要注意那个平静 那个平静不太重要的 那个平静不太重要的 你对这个平静 有什么样的心态 那个比较重要 很多人到这个 这样子就不知道讲座了 不懂了的 就达到 我喜欢北京的 我喜欢北京的 有些学太多的人 很难教的 太懂太多了 好 那这样 我喜欢北京的 因为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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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点左右 在 我们在 小孩没有 没有 在 的时候 去做这个 所以我刚开始的头几次就很近 没有别说就他要把自己开去一个very calm的一个传统 然后继续靠下来 结果头几次还觉得很OK 可是就是有一个程序的这个状况 靠神 第一次可能说是15分钟 第二次可能是20分钟 可能第三次你觉得是晚点厉害 你可能还可以维持在15到20分钟 结果当你要10岁后你醒来 其实你是3分钟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说 然后问题 就是说有什么的这样子的概念 我好像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有遇到什么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说明天早上不要medit 因为我今天的睡眠 首先是要够 睡眠不好的话就不好禅修当然 当然 不处可以影响到你明天明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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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你迟睡的话 当然是睡不眠不足的话 当然是会影响到 嗯 词 worden OK 就是ok 词念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对词念的心态 因爲你做你做事情 你做工当然是会有那些想到的东西 它会有它的momentum的 你要静下来 它还是有momentum 所以你离不开它的 还是会有的 当然那个momentum 也看你当时的时候 你的反应 你要在那时候 也尽可能在做工 尽可能保持觉知 那个也需要的 不要以为禅修 就只是做下来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真的真的进步的话 你要对禅修正确的观念 就是要整天保持 不是说一定要能够做到 但你需要有这个idea 整天都尽可能在任何时候 你现在你在听我讲话 你知道你在听吗 做着的感觉 你可以感觉到吗 你的点头 你眨眼 你在注意 你能不能知道你在做什么 OK 你还是在禅修 当然 假如说你在跟朋友 谈politik的话 这是另外一回事 来得很难了 还是谈工作的话 就会很难了 因为你不是在想参修 脑子没有这个idea 就是要想办法 怎么保持这个idea 对于参修的这个idea 有时候真的是做不到 可能你太投入 你做你的工作做不到 那有时候比较可以做到 比如你去厕所 不用去想东西的 但是虽然不需要 但是你还是会想的 这个是所谓的杂念 你不需要 你不要 他还是来 好 对他有什么样的心态 你喜欢他吗 还是不喜欢他 你注意看 可能你同时两个 有喜欢也有不喜欢 你要想 然后你又不要想 所以这两个呢 都是让你的心更乱的 杂念只是他的 他的过后 他的momentum 他其实是过来的 他不是阴来的 你对他的反应呢 这个你就是在造新的阴 你喜欢 你要想更多 他就想更多 你不喜欢 你其实呢 你心会更不平定 你还会想更多 因为你还对他有抗拒 你还对抗 所以呢 正确呢 就是让他自己过 就好像 你有看过蛇吗 不是在Zu的啦 我是说 真正的啦 那你看到蛇的时候 他这样子爬过 你需要跑吗 不需要跑 你要需要攻击他吗 当然你也不会攻击他 就让他爬过就够了 蛇也不会 弄弄攻击人的 对不对 他还是怕人的嘛 你不理他 他也不理你 他就这样子流过就算了 所以 杂念就这样子 看待他就够了 给他这样子自然的过 当然 你的杂念不是一条蛇 是很多条蛇 所以 你不需要去管他这么多 不要觉得 什么颜色的 红色黄色 你就忘记了 因为追回自己身体的感觉 你知道有杂念 但你还没有那个功 其实杂念可以观察的 但你没有那个功夫 不要去观察 你会先进去 然后 所以就注意回身体 只带有杂念 不要紧 他就让人 注意看身体 放松吗 注意看自己对那个杂念 有没有不喜欢 或者有喜欢 也不用注意太主要 知道就够了 又回到身体 知道呼吸 就够了 只要你能够保持觉知 就够了 只要你没有忘记 就够了 起初会觉得 会比较辛苦一点的 因为你不习惯 起初会觉得比较辛苦的 因为又有杂念 又不做什么东西 很不舒服 但久而久之呢 你就越来越有这个技巧了 因为你其实不舒服呢 是因为你还是会对他 有一些反应 那个反应使你不舒服 而不是那杂念本身 杂念不是问题来的 你对他有什么反应 那个比较需要注意 当你没有对他什么反应的时候 你发现杂念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观察到 他现在讲话 他会讲话 整个句子 从头可以观察到完 你这关关关 他变成 讲那一半 他就停了 关关你关 第一句 他就停了 你可以关了 好像 那个tape 人家走了 他自己stop 但起初 是做不到的 起初做不到的 你就用身体先 培养你的角色先 九二九四 你就会发现 这个很明显 你可以关它了 这个是需要 一段时间的修炼 才可以做得到的 in the beginning 你就用你的身体 多用你的身体就够了 身体的感觉 可能你心里面的 开心不开心 当你杂念有的时候 有杂念的时候 你心里感觉怎么样 你的feeling 这些比较适合 初学者的 身体比较粗糙的东西 不要注意那些 比较细的 知道那些 有在 标记 那个ok 但不需要 特别的去注意它 你还不能够做到 alright 所以真的是 right view right attitude 很重要 只是杂念的 也不是你的 不是问题 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只是一个东西 只是一个现象 不要 要更多 也不要想 不要它 不要想 抗拒它 通常 参修 参修者 就是 希望从心很近的 这是很normal的事情 但你越要 就越辛苦 但没办法的 你还是会抗拒 还是会有的 当有抗拒的时候 你就注意了 九二九十 你就有 对这个抗拒有智慧了 你知道说 其实不需要的 你可以放开那 抗拒的 那就慢慢的 放开它了 然后你就发现 其实不需要抗拒的 你可以让它来 让它走 让它下来 给它这样子爬过 它做它的 你做你的 它做它的 你做你的 你的工作是观察 All right 看就到这边 十点半了 除非有一些 很 逼切的问题 好 我看你们就 做下一分钟 做标签参修 不要 不要给自己压力 没有必要 不要想达到什么东西 真的不是要想达到什么东西 就抽自己扣了 就抽自己扣了 完全 на 谢谢大家